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去 Dewan School呢 学校礼堂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Dewan School 欢迎回到我的教学影片 OK 那么今天的这个影片 老师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老师要教一下这个 Activity the Dewan School 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去 Dewan School呢 学校礼堂呢 OK 没办法 现在的病毒太严重了 我们应该是很怀念 以前在礼堂的这个日子了 在礼堂工作的那种气氛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回问一下 Activity the Dewan School 10种在学校礼堂的活动 应该要怎么写呢 那么今天这个 Activity的这个Bina Aya的 这个句子教学呢 老师会把它分成两个 这个影片来教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是你会看到的这个标题啦 就是Activity the Dewan School 1.0 OK 所以老师会在下一次呢 就会发布这个Activity the Dewan School 2.0啦 OK 那么今天的1.0就针对 在这个礼堂里面进行仪式前的准备 OK 所以我们二话不说 我们马上来看第一个Activity 我要大家掌握的就是 Mengawasi murid murid 所以我们来温须知心一下 什么叫做Mengawasi murid murid 就是监督学生啦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中多 ayat Jeku Philippe Mengawasi murid murid Unto memastikan Mereka menjalankan tugas dengan bayatnya So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Philip老师在监督着这个学生 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到最好 OK 像我这样 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啊 拍影片也要做到最好啊 就这样就是我长得帅啊 OK好 So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活动呢 老师要大家掌握的就是叫做 Mengawasi murid Mengawasi murid So 什么叫做 Mengawasi murid Mengawasi murid 就是我们讲 挂布条 或者是我们安装这个布条啦 So 我们来看 Jeku Philippe Dang Jeku Aiman Mengawasi murid Mengawasi murid OK Yang menarik Unto menjamput Marjiris Hariguru So 那么我们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Philip老师跟这个Aiman老师 正在挂这个布条啦 来庆祝这个教师节 哦 这样子的意思 So 我们来看下一个activity So 下一个activity 老师要大家掌握的就是这个 Mengawasi murid 诶 什么叫Mengawasi murid 就是 布置舞台啊 无论你的学校进行什么样的庆典都好 我们肯定会看到校团 还有老师们分工合作 在布置舞台啦 So 我们来看 Berberapa orang murid OK So 有几位学生 Mengawasi murid 能仅 audible 他们已经讲过啦 deci 101 hey уст 跟蚊子 所以由柠 мод 名就是说这个 举一个 部 INTRO 无垃圾的气球啦 这样子的概念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activity 什么叫做 排列椅子 在这个学生的礼堂 有好几位学生 把这个椅子排列得非常整齐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什么叫 什么叫 就是 我们来看简单的总统 学生们在扫垃圾 以便学校的礼堂 看起来清洁美观 这样的一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活动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舞台的下面有一些花盆 摆放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我们来看这个总统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讲解一下 家民和这个民洁帮移这个花盆在这个舞台下 以便这个礼堂看起来美丽 以便这个礼堂看起来很美观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活动 我们来看下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活动 我们来看下一个活动 叫做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位学生非常小心 或者我们讲小心翼翼的 爬上这个楼梯呢 挂气球 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活动 所以最后一个活动 老师要大家掌握的是这个 没有立场 所以这里的意思很简单 学生们拼命地吹这个气球 因为他们之后要把气球 来做为这个舞台的 布置 OK 那么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1.0这个第一集的 这个Activity Didier One School 老师就跟大家讲解到这边了 老师会在下一个星期呢 再发布一个影片 也是同样的标题 叫做 Activity Didier One School 2.0 那么老师希望到时候呢 同学们可以 再去看 老师接下来要发布的这个影片 OK 因为Activity Didier One School的这个活动呢 真的是太多了 OK 老师不能够在一部里面教完 OK 所以我要把它分成 两部影片来教大家哦 OK 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用心啊 有的话马上按like subscribe我的YouTube哦 OK好 所以我们开网站就开到这里了 那么 在影片的最后呢 在结束这个影片呢 老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老师的这个 Teacher Philip的这个面子书 还有我个人的YouTube频道 Philip问92 所以老师每一个星期都会 捲时上传 而捲时上载一部 教学影片 OK 供大家一起学习啦 alright so影片续以后 老师要跟大家讲 谢谢把这个影片看到这里了 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ok goodbye pa-pa-p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